3月升息 二不暂停 台股觸底 究竟为何 什么时候呢 才是我们台股真正的买点呢 说了答案就在节目中 告诉你 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策 我是吴磊光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一 那今天的星期一呢 3月7号我相信今天盘中的点数 正好我们大跌到600点的一个整位数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 可能心中的疑虑是非常闷的 那可能会有点恐慌 没关系 如果说 之前你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 我相信我在节目中 跟各位做一个表达的动作 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 都是在告诉各位 在这个地方 很可能你们要明金收兵才可以 而这句话的建议是在2月10号 就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分享的动作了 所以各位在流赖上来的时候 我都纷纷的做了建议出场的动作 那不管各位有没有去做一个出场 我相信我已经做到 我一个分析室的一个基本的服务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台股会跌了600点 甚至跌了比昨天的稻穷还要多 因为昨天的稻穷在盘中我看了一下 大概也是被震荡了540点的下跌 然后留了一个下影线被拉上来 那我们的大盘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行为 而且我们的大盘今天还碰到了年线 还碰到了年线 那后面状况究竟如何呢 待会跟各位做一个一一报告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前面的一个起因的一个准备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稻穷 回到稻穷 在稻穷的那个时候 2月24号 留下了今年的一个 触底的一个位阶 32272 然后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现在稻穷形成了第一只脚 因为从他的1月5号 1月5号是36952 最高点一路下来 那到了2月24号的一个32272 这个地方已经跌了将近有4800点之多了 所以这个幅度呢 很可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 一个第一只脚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2月4号 那时候我们还在过年的时候 我就写了 我就上了一个节目叫做 雷歌周末送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的台股怎么走 现在开始要看稻穷 我们台股会跟稻穷同步为之 那个简讯 我在开春的时候 也跟各位一起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各位 所以在2月24号 当稻穷跌到32272 形成了看到的第一只脚 看到的 那是不是第一只脚的形成 我们先不去衡量 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那我们的台股会不会这样子 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地方 是3月24号 2月24号 2月24号 24号的稻穷 最低来到32272 没有错 跟我刚刚讲的没有错 然后就从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下引线 跟直做反弹的动作 反弹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我在节目中 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第一个 台积电会做一个抵制 会做一个抵制的动作 会在哪里做抵制 台积电会在 它的年线 做一个抵制的动作 那抵制了多久呢 抵制了四天 我们来看这里 我把年线叫出来好了 这个各位比较看得清楚 好 各位 这个时候就做了抵制的动作 抵制的动作 然后到了抵制的动作的时候 我当然每天都会去看它 看什么呢 强弱度 我没有看其他的 我就看强弱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抵制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呢 如果它遇到了某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是一个市场的机会的时候 到时候台积电跟台股 也会做一个 这一个上涨的动作 但是假设反之没有呢 那当然情形就是相反的了 然后在三月三号这个地方 三月三号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很弱的一个上影线 为什么我说很弱 我们要看这个地方 各位我现在跟各位 我现在跟各位分享的不是技术分析 各位不要把它认为它是技术分析 不是 对我而言它的强弱度 它的强弱度 那谁的强弱度呢 各位 有心人士的强弱度 了解吗 虽然在这个地方或许你看不出来 没关系 我看得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抵制的第一天 抵制的第一天 在抵制之前 我就把那个写讯告诉大家了 它会做一个抵制的动作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它会抵制呢 各位这里就不方便跟你分享了 再看下去 然后一直到底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心里那时候我心里就来想 现在在三月三月三号这个地方 它做了一个抵制 但这个抵制呢 已经跟前三天抵制完全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什么 我就看了一下大盘 我的游标不要动 我们回到大盘 这个时候大盘 三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三月三号在这里 三月三号在这里 所以跟刚刚各位看到的台积电的 那一个的K线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那这个时候 我又看了另外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呢 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又看了2303的连电 或许你问我说老师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看 当然我有我的看法跟用意 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说 到底这个强弱度意义为何 如果说你是做存股的 那这个这个的我感觉 我相信一定是百分之百 几乎是没有的 那如果说你是做当冲的 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你可能还会有 但是你要不要相信你的专业 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连电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发讯息的动作 什么讯息的动作呢 这个时候我看到这档股票 3035的资源 各位这个是3月3号 最高来到328 所以说我从2月24号的道琼 形成了那个最低的位阶的第一只脚 再看我们的台股 再看台积电 再看连电 再看到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我是有使命的 什么使命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发给会员的简讯 发给会员的简讯 我在这边说明 我这次我没有做资源 没有 有我就会说有 没有就没有 我这个人是很诚实的 然后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发呢 星期四 3月3号 星期四 上午9点02分 9点02分 我告诉这边的会员 因为他们的手上有 所以请我帮他们看着 OK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发出去什么 手上有3035资源 请313获利出场 因为有心人是开始出货了 所以在313的后面 都是做一个拉高出货的动作 那天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天最高涨到328 最高涨到328 我们看这个地方 3月3号最高涨到328 然后当天呢 当天的收盘是多少 312 各位 我刚刚简讯上面写的是313 了解吗 所以我在313看到有心人是出场了 对不对 对 不然他不会跌破我写的313 我这样子你们 我这样说你们可以接受吗 所以 所以就是如此 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所以第二天呢 第二天这档个股 当然受到影响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那今天最低到多少 今天最低到275 最低到275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已经有将近40元的一个亏损 那今天也有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但是不管如何 如果说你能够看到有心人是出场 我相信你出去的股价不一定最高 但是你出去的时机一定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它是第一时间 所以在这地方 我就服务了这些的会员 手上有致援的 手上有致援的 所以各位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管今天的3月是否升息 不管今天的二 那个二国是不是要停止战争 或是要言和 都不管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要保护的是什么 当然是你手上股票 已经获利的股价 各位 已经获利的股价 你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所以在3月3号 做了这档个股的出场之后 紧接着 各位 再看这里 这个是3月4号 这个是3月4号 星期五 上午9点10几分 2636台华请试驾获利出场 这个是3月4号 3月3号 我看到了 稻穷状况 我看到了台股的状况 我看到了台积电的状况 而这些状况 让我 让我心中 就有以前的惯例 什么惯例呢 获利的高点 在这个地方 就要去调查 就要去追踪 有些人是否出场了 如果是有的话 各位 就再见吧 就获利了结 就没错了 所以3月4号 上个礼拜五 做了台华的出场动作 那我台华是什么时候进的 我台华是2月18号 2月18号进去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档个股 2636 各位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2月18在这里 这个时候最低的股价是125.5 最高是132 收盘是129.5 然后呢 3月4号是这一根 3月4号是这一根 各位 那根是不是 这个底部上来 最高的那一天 对不对 最高的那一天 毅然决然的 就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一天呢 我也服务了很多人 也服务了非常多人 所以今天他们没有 受到今天600点 大跌的迫害 你们是应该给我道歉的 因为我帮你们省了不少钱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3月3号 3月3号 有人来进来给我 然后呢各位 从这个第一档 一直到这里 一直到这里 都是他手上的股票 这些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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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重要呢 最重要的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上面是这十来天刚买的 那我心里就在想 十来天你这些个股票 我不要说去看你的K线 我连看都不太需要去看 我大概就可以想象的出来 你这些股票的状况如何 然后呢他就说费心了 那他为什么会赖上来 因为他跟我说 今天有听到你说的一句话 受用无穷 因为他要做了一句话 或者是他这样子 我看这些股票的 天真是他们 他咋诊 他这些股票的 但是他他说 他说 他牵着 他想该生了 他带到一些股票的 8月4号 上次 5月4号 7月4号 5月4号 上次 5月4号 5月4号 我打電話跟他講 我說你留兩檔股票 第一檔跟第二檔把他留著 其他的全部賣掉 其他的全部賣掉 然後他怕他聽錯了 再打電話給我 我就跟他說其他全部賣掉 就留第一檔跟第二檔就好了 其他的全部賣掉 各位其他的有多少 第一檔是這個 第二檔是這個 其他的有這麼多喔 其他有這麼多 都把他賣掉 好 我們來看 然後 到了 1點38分 他跟我說 吳老師我把不該留的都出完了 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個時候我剛剛 錄完影 然後錄完影我看到了這個簡訊 我就說好 5分鐘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我又打電話給他 告訴他 今天應該怎麼做 然後呢 所以如果有沒有 他先談給你 我就想說 這個 你改變了 他確實把你做 他確實把他放任せて 你改變 但是呢 我觉得说今天有缘 我们彼此做一个认识的动作 我就做到我一个分析师应该尽的责任 所以呢 每一个投资朋友 我都会去看你手上的个股 不管如何 我都会做一个建议的动作 那有时候我也会跟你做一个互动 在互动的时候 可能我会多问了几句话 但是我多问了这几句话 不是废话 我必须要知道说 你是什么样一个心态的人 那我会建议你符合你 你的个性的股票跟产业来做 我这样讲你了解吗 我们再看下去 好 这个就另外一个 这个就另外一个了 3月4号 可否方便给我成本与张数 然后他就给我三档股票 三档股票 然后呢 与张三档 我问他一下 有没有想要加码的 我问这个 只是想要知道说 他对他手上的个股 到底多有信心而已 我就想知道这个答案 我就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服务的动作了 然后 他说没有观望中 我说好 OK 然后我再 我又问他了一句话 你手上的股票 在产业里面 都是属于不错的个股 但是实际不对 什么叫实际不对呢 其中有一档 我认为就是实际不对 哪一档呢 就是他手上的一档股票 这一档 因为我不懂这个时候 还能够买深一股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就直接写上去 我真的不懂 那我也希望 在我不懂的地方 也有其他的一个好的见解 让我去做一个吸收的动作 让我见弦施棋 但是没有 好 那今天呢 今天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什么时候呢 上午九点 九点 九点一开盘 这两档个股 就是把它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这档个股票 是这一档股票 一档九点 那它会出现 四档一个股票 就是如果 就是这个日子 就是这个日子 那就是这个日子 就是这个日子 看這檔,這檔股票9點開盤111,最高112.5,所以他在9點開盤賣的那一刻,最低應該就是賣在111,最好就是賣在112了,我這樣講9點中的賣有沒有錯,沒有錯喔,沒有錯喔,所以說每一個投資朋友我都希望就是說,你們對你們手上的股票都有良好的動作,沒有錯,但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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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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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的台股会同步为之 那这个时候我会不会就很量 我们台股会不会有第一只脚的产生 我想讲你听得懂吗 我们看台股 各位今天台股在这里哦 今天台股在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这条线是年线哦 这条线是年线哦 了解吗 有一个投资朋友问我 3月1号就问我 我就告诉他说 如果台股现在有买点 再跌800点吧 再跌800点 3月1号在哪里 3月1号在这里哦 3月1号是这个红K哦 是这个红K哦 所以我在讲那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相信吗 他当然不会相信啊 我这样子猜的啦 不相信几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各位我们看这里 但是今天呢 今天 这是3月7号的今天 我跟他讲 3月1号我说再跌800点之后 再来找买点 我今天被我命中了 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什么股票 是你不晓得 如果现在手上还有什么样的 的未来 你不晓得 如果现在你还是空手 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做 我希望呢 大家都不要客气 都不要客气 你就 流赖上来 今天就是免费一整加一 免费一整加一 你流赖上来 我会先从你手上的客户 去做一个服务的动作 然后呢 做完了服务 我也会告诉你 你这下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很多 就像刚刚那个投资朋友 他也告诉我 他说吴老师 我也听过很多老师的 但是他们给我的建议 我也有去做 但是我还是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哪里 各位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有跟他讲 我有跟他讲 可不可以换到 最当下最强的产业去操作 这个叫做太弱换墙 可接受吗 谢谢 然后他告诉我说 每个群组老师 都在说太弱换墙 我也接受 我也换了 但这三档 也是不OK 也是不OK 各位 就算你是 台湾大学的学生 考进去的 我相信那个 聪明才智 我们都不在话下 对不对 都不在话下 但是在这个班级里面 还是有 还是可以去区分 前几名的同学出来 所以你不能说 今天你听了某几个老师 你就觉得 大家都一样的程度 各位不要这样子想 所以呢 我就回了他一句话 回了什么 各位 我就跟他说 各扎各马 各师各法 各庙各菩萨 老师一个 不同玩法 他10点51分 跟我说 我10点53分 写给他 然后今天 今天的开盘 9点钟 美食华金科出厂 我有没有做错 没有 你们手上的很多股票 很有可能都是我 从来不操作的 那我可以去判断 我可以去区分 这些我不操作 这些我会操作 难道我选的股票 比各位差吗 那是不会的 所以各位 今天呢 今天这个地方 各位 加赖留言 免费一整加一 好好的把手上股票 我们一起做一个沟通 明天以后 或许你会减少很多 不需要的亏损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 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唐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就开始播送给各位 顾具加一 很多同志朋友 都有来说计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到安卓拉的动作 在这边我们可以有关心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请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最长个股 汉磊加一 汉磊加一 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 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它分通价格 在百元纪录部左右 有它的目前的股票在一百三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温限 各位 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 预创新高哦 预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磊加一 那它也在10月5号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平板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平板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汉磊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二 一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 二字头呢 这样子 你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唐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就开直播送给各位 顾及加一 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来说讯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盘 做拉盘的动作 但是没有关心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请像我们以前 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最挡个股 汉磊加一 汉磊加一 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 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它 专通价格 在百元纪录副左右 它的面前的股票 在130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股线 各位 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 预创新高 预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磊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 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天板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天板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2 1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 2字头呢 这样子 你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